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忠诚 老吴今天跟各位聊一个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现在在大战当中 前天发生了一件海上的一个大战 就是俄罗斯有一艘旗舰叫做莫斯科号 莫斯科号上面都是重型的火箭 据说还有可以挂核弹头的 大概两边三个发射筒 主要的功能就这样 而且都朝前面斜向前方的 这样一个最巨大的一个最有威胁力的旗舰 居然被乌克兰两颗飞弹 据说那个飞弹还是尖射式的飞弹 击中击中之后这个爆炸起火然后燃烧沉沉沉沉沉沉沉 这件新闻开始的时候我怀疑是假的 我想这乌克兰这个这个为了要要制造高潮 虚报说他们的战功 那因为俄罗斯没有承认嘛 但是因为有有这个美国 他们这些用卫星啊这一直在监视 实际上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全世界都在看军事专家都在看尤其美国 因为很多武器是他提供的 包括这两个飞弹也是他提供的 因此俄罗斯的普丁已经发火了说 美国这样子搞法的话 大家撕破脸了 因为你已经把我的 把我的这个最最精锐的这个海军舰艇 居然给我集成了 之前还有人报道说 莫斯科号是一个航空母舰 不是啊 它是一个飞弹的一个发射的一个旗舰 很大很巨大 非常巨大可是它怎么会沉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一个话题 那我今天昨天吧 昨天我看了一个比较很多的报道都是不太真实 因为现在双方都是放假消息 所以真实的真相是什么 只有一个真相就是这个莫斯科号真的被打到 而且而且沉了 那莫斯科的国防部他宣布说 莫斯科号是火灾 着火之后燃烧 然后沉没 他是讲那个因为火灾的关系 可是每那个乌克兰是说 他们的飞弹打中他的弹药库 引爆了他的那个弹药 所以引起引起大爆炸 所以炸死很多人 剩下人逃生 所以那个很多人逃生了 那个那个那条军舰上有五百多个官兵 然后现在有好像有两百多人逃生了 其他人可能不知道怎么样 不管是被炸死烧死 或者是当场死亡 或者是重伤 或者是现在被漂流到哪里去不知道 反正海战就是这样惨烈 同舟共济嘛 那个船既然被沉的话 那你在乘之前还有机会逃生 那但是火灾你可能就逃不了 还有爆炸 他是不是那个飞弹 真的急到那个弹药库 不知道 那这里面也暴露到一个什么 如果说你的飞弹打过去之后 能够穿甲 然后还可以打到你的那个弹药库 可见他弹药库设计的位置 可能是有问题的 当然其实也因为细节不知道 所以这只能用猜测的 那但是我想说 第一个在船上有一个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job 我们不能讲兵科或兵种 那在军舰上面都会有一个叫做损害管制官 损害管制官是专门负责损害管制的 什么叫损害管制 像像这个莫斯科号这个案子 就是一个典型的损害管制的例子 他他为什么不能够在第一时间把火灭掉 把把这个爆炸剪掉 那这里面我这边有刚好有一本书 这本书是徐志基金会出的 秀一下书影 这本书叫船舶损害管制 在作者是海军退役的一个军官 他编著的 他为什么编著的 里面的图大部分是国外的 而且大部分是军舰来的 因为商船上没有损害管制这个工作 可是军舰就有 因为军舰在战斗的时候 以前是用炮打的时候 你炮打过来的时候 就会把你的那个甲板 那个舱隔舱都给打破 打穿 那那个是还有还有的 还有的那个炮弹是打 不但打到之后 他还要再爆炸 子母弹 还要再爆炸 会扩大那个那个创口 我们我们台湾有一个那个92海战 在那个左营军港 那个前面还有一个92台海纪念碑 那就是所有要进出军港的人 都会都要到那个都要看到这个这个这个碑 这个碑是李玉玺当总司令的时候 李玉玺上将当总司令的时候建的 是92也就是民国47年 那那个民国47年那场战役里面 有一艘军舰非常英勇叫做陀江号 现在的陀江号的那个原始的那个陀江号 早就已经被 那92海战的时候已经被打残了 拖回来之后也没有修好 修不好了 因为太严重了 被打的打到那个半成状态 但是为什么半成状态还能够拖回来 没有沉下去呢 就是靠损害管制 那后来这个拖回来了 拖回来之后 那个那个伤亡的官兵里面统计 那个军官只只有一名 寻职 这名军官并不是枪炮官 或者是什么官或者什么样 他是一名军医官 那个船上只有一名军医官 就他一名 居然阵亡了 这个军医官 军官唯一的阵亡的 就是一个军医官 想想军医官怎么会在这种战争上 怎么会阵亡呢 那这个事情就是刚好是 当时炮战很激烈的时候 当场就有伤兵 伤兵之后 那个立刻就有这个军医官就要去抢救 把他抢救到哪里呢 船上没有手术室啊 直接就把他抢救到餐厅 餐厅就拿那个餐桌当做那个手术台 把那个把那个这个这个这个伤兵放到手 那个那个地方 他来处理伤口的时候 背后这边刚好有一个中共的那个炮艇 有一个炮弹 从后面打过来 直接打到那个夹 那不是夹 打到那个舱 隔舱的那个舱板上面 把把舱板当场的炸开之后 直接打到那个人的身体 当场这个军医官就死亡了 那那位伤兵后来有没有被救我不知道 因为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离奇的一个案子 那因为这个甲板是很厚的 可是那个这个舱壁不见得很厚 但是舱每个舱之间都有都有所谓的那个水密门 水密窗 这些东西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就像你现在为什么那个那个船已经被打残了 动力都没有了 但是他没有沉到沉下去 还被其他船用缆绳拖到马宫去 就是澎湖那边去 拖到马宫去修理 后来没办法修 现在海军常常会会绣这个陀江 陀江号 只是把陀江的名字沿用下来 因为陀江是一个伟大的一个 有战功的一个一艘军舰 用卷舍的第二排第三家 各位有兴趣来这边巡游仿胜的时候 我可以亲自带你去看他家在哪里 他因为这件案子他奉准结婚 他太太的那个姐姐也住在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海军官校毕业的人 反正这个细节我们不讲 我们只讲损害管制 损害管制的内容是什么呢 如果你当海军的话 入伍训练的时候 新兵训练的时候 一定有教你怎么样消防 就是不管是用水柱水物 CO2海龙 以前还有海龙 现在没有了 海龙现在因为会影响臭氧层 所以现在改掉了 海龙用的就是free on 浮入丸 那现在已经禁止使用 可是CO2二氧化碳还可以用 那另外还有泡沫 还有干粉 这些消防的东西 只要你当兵是海军的 在入伍训练 以前都要教 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当然你要用水柱水物 还有那个水袋什么的 这个东西你都要 还有穿那个 穿那个旅的防护衣 就像我们消防队一样 那个全部都有 那是海军必须的 而那个活就是 全部的海军官兵都要会 全部因之因会 也就是当你这个地方 当炮弹打过来之后 立刻会产生 第一个是 急伤嘛 叫爆炸嘛 起火燃烧 那这些东西 因为船上是铁 铁壳的 那你如果说有油啊 什么东西 它会流动的话 这个火会跟着跑 那这时候你要 立即的要做什么 要做消防 因此船上就有很多的地方 各位如果你看过的军舰 或者是你看看军舰的模型 我曾经在武中城那个造船厂里面 我就绣过我做的模型 在那个在那个甲板上面 那个墙壁上有很多的这种消防设备 包括太平府在内都有啊 就是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立 还有那个那个那个水袋 就是那个消防用的水袋 你任何一个人 你只要受 只要只要是上船的人 你在行民训练的时候 都学过这些东西 每一个人都会操作 不需要说 你是什么 我是什么 临时编组 不需要 虽然有这种编组 可是呢 还有损害管制官 可是每一个人都会 这很重要 所以我在接管理工厂的时候 我第一个要求的训练 就是全员都要会消防 这就是因为当兵的关系 海军的关系 所以很重要 同舟工具 像这个莫斯科号会沉默 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损害管制 只能够最后弃船逃走 就这样 能够把人存活还好 能够放救生艇 可能都来不及吧 我不知道 因为如果着火的位置 看什么地方 但是这个 刚刚讲的消防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再讲第二个 第二个更有意思的 就是什么 这里面船壳介绍 那个造船原理 还有某街 船体是什么结构 这个我们不讲 因为这个东西是 比较深入 我们现在只讲 还有怎么样修补 这些东西 烧汗 什么 还有穿什么防护衣 这些我们都不讲 因为那个东西 就是你要做模型的时候 你都知道 船的纵向平衡跟横向平衡 它的重心在哪个位置 船为什么不会翻 哪个地方如果说 比如说你侧面 左旋的地方 中弹 中弹之后 水就灌进去了 灌进去之后 因为它是水密舱 所以你立刻要把 那个舱间的 那个水密做好之后 它水不会到别的地方去 可是 可是一个船舱里面 左旋的地方进水了 右旋没有进水 那你的平衡就丧失了 原来是这样子 在海上是这样 纵向来看的话 它是这样垂直的 可是你现在左边重了 它就会变这样 等到如果说 左边太重的时候 它就沉了 就翻船了 沉了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你的重心已经离开 你能够控制的位置了 这个书上都有讲解 那就是基本的造船的原理 但如何去了解这些造船的原理 这也就是损害管制 你必须要学的 那新兵器是不是要教这个东西 有些以前的兵员很差 有的人不识字怎么办 他不要你学这个 这边前面有消防 怎么样子弄这些水 我全部都非常熟悉 因为你必须熟悉 在船上 一旦要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是所有的人都要动员 谁最接近那些东西 谁就拿这些器具 马上就要施救 越快越好 这就是消防 救火如救命 但是呢 刚才讲了 舱间的捕漏 堵漏不是捕漏 因为你来不及捕 你的船壳被炮弹打裂开了 打裂开就要船进水了 进水之后 因为每一个舱 每一个舱之间都有水密 水密门跟水密窗 所以水进不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舱 那你现在这个洞怎么办呢 趁着水在进来的时候 要立刻 立刻这个损害管制的人 要用 要用种种的那些器材 比如说有圆柱形的这个筛子 还有就像我们的家里的水 那个水管如果漏的时候 你去找那个水酱 那个水酱就会用一个木头 削一个筛子 然后打到那里面去 水就不漏了 就直漏 原理上就这么简单 可是可能你因为 你这个筛子做的不是很圆 你没有车床 马上车这个尺寸 你不知道什么尺寸 因此你可能会用什么 用布 或者是用什么材料 让它破紧 packing 英文叫packing 就是让它水密 你不可能用那个 Tafelon的胶带去缠缠那么多 来不及 因为时间很紧迫 所以你只能用木头跟蝎子 这些东西去塞那个孔 这个这里面就有如何图示 还有就是 这一面墙已经被打得变形了 这个船舱的舱 打得变形了 怎么办 那这个等下要做支架 支撑它 往那边撑出去 这些东西都要在平常的时间 就要练习 学习 然后你才能够在战争的时候 立刻产生作用 这上面都有图示 怎么样做这些东西 这上面全部都有 还有包括你损害的是什么 什么东西 等于说是一个紧急修护 让你的这个船只 虽然在受创的状态之下 仍然可以作动 那当然这个书里面还包括了 这个核能的在里面 还有盖世技术器什么都在这里面 那这个就等于说是它 因为它是大学的教科书嘛 所以它的那个内容是开始 就是说增加很多 原来我们台湾的军舰没有核能的 所以以前我们学的时候 没有什么核能这个东西 只是这里面增加了这个 因为它这个是在民间大学的 因为商船上没有损害管制这个工种 而且损害管制这个工种 在军舰上虽然有这样 有一个负责的军官 叫损害管制官 还有它的班底 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要会 因为战争是我曾经讲过 说有人会阵亡 就要必须地补 我说过火灾一发生的时候 马上在就近的人要立刻处理 不是要等待 因为油上你是密集的被中弹 密集的中弹的时候 起火地点不止一处的时候 你怎么办 所以就要就近的人 立刻就处理这边的火灾 就这个情形就像说 如果在一个工厂里面 或者一个办公室里面 哪里起火或者是在一个车厢里面 哪里起火你马上就拿了救火器 马上就在当场就消灭 就把它消灭了 你不要等着消防队来 你不需要等 因为你只要会 你就会用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应该是因之因会的 刚好就在这边 在这本书里面他有介绍 因为这里面的图 很多都穿的是水冰服的衣服 商船的人不会穿水冰服 当然这里面还有急救了 急救了 怎么样伤患了 什么这些东西 这些人都是穿的水冰服 这个教材是从军方的教材 copy进来的 怎么样移动伤患 怎么样CPR 怎么样脱掉 怎么样脱带 那还有海上怎么样生存 那差一点就没有说 还有海上甚至于哪些鱼 是对人是有害的 可能你碰到这个鱼的时候 你可能它会中毒 这些东西 有毒的鱼类你要避开 你如果碰到它的时候 你可能会中毒死掉 诸如此类就是这样 还有将来人家怎么脱带你的船 这些 还有你要急救的 比如说流血 或者是断气 或者是骨折 这里面都有急救 也就是简单讲 它也是一本救生学的书 只是它没有说 跳到水里面去救生 水上救生员的能力 它不需要 它需要如何在这个船上 立刻可以止血止痛 这个减低这个损害 这叫做损害管事 简称叫损管 这个军官叫损管管 损害管制官 那我们尝尝看 像比如说 我们的国家 或者我们的股市 有一个所谓停损点 就是说你的股票 股价一直跌跌跌跌 跌到什么程度 跌到无限的升股底下 所以政府出来要干扰 干涉就要什么 要有一个停损点 就停到这边了 不能再下去 再下去整个国家都亡了 经济整个崩溃了 停损点 损害管制就有点是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说赶快要 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 就弃船逃吧 当然了 这个按照海军的传统观念 就是要舰长要跟着船一起 沉入海底死亡 这是从国外船到台湾来 以前都是这样 要与船共存亡 那与船共存亡不容易 船沉下去你还会求生的意念 因此他们用铁链把自己锁在舵盘上面 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 最后我再讲说 这个损害管制这个兵科 是从德国人发明的 而且是在德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发明的 在之前连美国都没有 他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分散给每一个人 大概都要会的 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指挥的一个团体 就叫做损害管制官 然后他有个班底 因为每个人都会嘛 但是总的来讲 只要是损害管制官没有阵亡 他就应该指挥大家怎么做 发现哪些东西 哪些地方现在有损害管制 他要广播周知说哪些地方怎么样 比如说哪一边中弹 哪边进水怎么怎么样 然后大家赶快集中到那边去处理这个事情 免得那边进水的地方 在传失去平衡之后翻覆 陈墨 还有火灾 这些都在这个书里面 是德国人发明的 二次大战的时候 这上面有讲 那商城上还没有说 因此他在这个 在这个 航海大学里面 海洋大学里面 特别开这个课 所以写了这本书 最后讲一个 为什么我是看了莫斯科号的时候 我就想到中华民国海军的军歌里面 第一句就是 我们是三民族裔的新海军 我们是三民族裔的新海军 我们是 信仰坚定 纪律严明 曹中西斯 来自战监 诗勇最先 离之嘉宾 后面不要唱了 反正简单讲就是 我们是 中华民国的新海军 为什么叫新海军呢 新海军 新海军 这个我们就不唱了 因为看的人不见得只有台湾人 而且你没有当过海军 你也不知道海军金歌是怎么样一回事情 为什么讲新海军 中华民国的新海军呢 因为中国在清朝的时候 就已经有北洋舰队 买了全都是外国的船 结果跟日本的海军 在那个 在那个 不是黄海 是在北海那边 交战 那应该是 东海啊 交战 交战的时候 结果全军覆没 所有的船都被日本的军舰打沉了 因为打沉了之后 所以中日这个海战 结果才会签订马关条约 把台湾跟澎湖 割让给日本这件事情 那台湾因此受日本统治50年 就马关条约的就是因为中日海战 中日海战是日本把中国北洋 北洋那个舰队全部全监 全部打沉 那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嘛 没有能力损害管制嘛 否则的话可能还可以撑到什么样子 因为北洋舰队的那个阵容很庞大 因为花很多钱 但是当然如果你要再追溯到 那是中华民国的 因为清朝 清朝过来之后就到了那个民国 到了民国之后 因为北洋 北洋舰队已经都被打沉了嘛 所以我们的中华民国的海津是新成立的 所以有美元送给我们的船只 或者买的这些船只 所以叫新海津 三民主义的新海津 不是共产主义 三民主义的新海津 中华民国的新海津 这些东西就是班班可考的历史 我想北洋舰队之所以会被全部被打沉 就是因为他们根本连这个 不要说连这个 连炮战的那个些经验什么都没有 而且当时的那些舰队的指挥官 还请了外国人 有英国人 佣兵 英国人 美国人 德国人都有 可是领导者还是清政府嘛 带着那个斗笠的那些人嘛 实际上那些人都 有些还到过国外受过训练 那因为你买船嘛 你当然要派一大堆人受训 你到国外去受训 因为船是外国人做的嘛 是铁壳船 所以 那个时代的那个技术 跟现在当然很差 差很多了 因此中华民国的海军军歌 就是叫新海军 不是叫旧海军 旧海军就是 就是那耻辱 我本来想把那个水冰符放到后面 中华民国的水冰符在那个后面 这个 这个 领巾的后面 水手的领巾的后面 原来是三条线 三条白杠 蓝色的底上有三条白杠 那个三条白杠 就是一级的 就是海权国家 一级的海权国家 比如说英国 美国 它可以有三条杠 日本以前也是三条杠 中国以前也是三条杠 北洋舰队的时候 就是三条杠 结果因为被日本全部集成了 北洋舰队全集成之后 三条杠扯掉变成两条 只有两条 那中国大陆据说是因为夜郎自大 所以他们自己自己把自己的那个 领巾上面是三条杠 三条杠是一级海权国家 大家都知道航海大发现的时候 第一个航海航海的那个舰队是葡萄牙舰队 葡萄牙舰队被西班牙无敌舰队给打败之后 西班牙就这个就是世界第一了 称霸海上 号称无敌舰队 之后后来英国崛起 英国就跟西班牙PK 要征地盘 征殖民地 结果把西班牙打败了 所以英国是第一海权国家 后来英国移民到美国 那故事就是就是历史就是这样子 所以海权国家就是就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传统 但是这个这个船舶的损害管制 其实这个船舶损害管制 现在商船上有没有不知道 但是军舰上是有的 军舰上一定要损害管制 刚才讲过 陀江舰是被打残了 是用其他军舰把它拖回来了 有的有的拖回来很严重 都还可以再修复 因为拖回来是因为它那个 那个Polipilot 就是推进器没办法推进了 或者舵 舵坏了也是这样子 你就算你能推进 你不能转向 所以你会朝一个方向 一直在海上打转 凡是种种你都要靠这个 使得这个船还可以继续使用 还有人员不会伤亡 等等等 就是靠这个 以上跟各位分享 从莫斯科号被打成 来谈这个损害管制 谢谢